《蘭澳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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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姐 您等一下要去哪裡? 我們今天要去蘭澳的經驗看個案 我是91年底受證 在培訓的時候我就都開始看蘭澳這邊的個案 那時候就是人比較少嘛 就還有看澳花、蘭澳還有東澳 我們總共是三個地 這路途比較遠 就是都會陰車 所以事先都會先買那個陰車要來吃 吃了十幾年 我們開車到金陽這邊大約要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先看兩個部落就是金陽跟五塔 然後看好了就有時候都十二點多了 所以我們要先在今夜這邊用午餐 我們來了 原來師姐喔 對 來媽媽 來媽媽 可能這樣 出創可能哪有兩張 就高壓陽還要做兩張 對 他就是二十幾年前嘛 然後他在工作被那個三萬多的那個五塔電到 然後他就是頸椎下就是沒辦法動這樣子 去看個案你才了解說 原來我們社會上還有這麼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然後看到他們的笑容我們也會覺得很安慰 那是算是一種使命吧 畢竟如果你沒有進來職機的話 你可能自己不會想那麼多 那你如果進來職機之後 你看的那個苦難的人比較多啊 你自己會覺得很幸福 那是他們不是甚麼 是一個好大的 一張三千多石頭 你不相信 那是我們會看到 那是我們就誡真 我們就不擅長 現在我們就會